其实呢在争夺奥运金牌体操项目上 美国还有中国大陆竞争非常激烈 尤其在团体赛的部分 不论男子和女子都出现了 美国夺金还有中国夺童的结果 美国队任意不可挡 相较之下呢 无法完成连霸的中国队 又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奥运看东森系列大化奥运名将单元 特别独家专访到了 前中国奥运体操抗力 李小平还有文家两位教练 来为观众专业分析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奥运看东森的特别单元 那么其实讲到奥运体操呢 大家都想到美国体操队呢 跟中国体操队呢 纷纷呢都拿下了金牌跟铜牌 这样一个好成绩 不过呢在中国队的部分呢 其实呢在评分项目上呢 有很大的争议 到底这个争议问题是什么 那么中国的体操队呢 如何备战下一届金牌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呢 请到了明教练 这李小平李教练的抗力呢 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他们抗力两人 大家好 奥运名将李小平 中国第一位安马世界冠军 拥有中国神马首称号 1981年入选中国十家运动员 1983年荣获国家体育荣誉章 1984年夺得奥运体操团体亚军 这一次呢不论是女子或者男子 在团体部分呢只拿到铜牌 那国内呢下了一个很重的标 在男子的部分呢下来是所谓的体无完肤 你认为这样子的标适不适合 那么到底呢问题在哪里 可不可以为我们平反一下 中国这个孩子有实力 这个有这个水平 但是在临场发挥上 有一些些的瑕疵 然后加上裁判那边 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争议的东西 所以这个主要的还是临场发挥 因为是现在这个体操这个已经是 好像没有绝对优势 好像美国女队这种很少的情况 除了如果是森蒙巴 如果是这个她去掉她 大家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 都应该差不多 有一个人这种天才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大家都差不多水平 就是看临场发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现在出现那个三三治的这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五三三治 这个呢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解决方法呢有哪些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第一次出来都是当年这个韩国队 这个在决赛的 世界领标的决赛的时候 这个八个队上场比赛 然后第一个韩国小孩子 上去跳吊环 夫长帕一段 然后就没得比了 那只能回家了 那像这种情况 可能国间体验做一些小小的补救 增加一个Y卡 就是弄一个 有一个人 有一个允许 有一个运动员 有一个分数 可以在这里补啊那里补 那个任何项目都可以出现问题 然后补一个分数 这种情况可能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就是说大家发挥可能更好一点 最主要像这种奥运会 就是说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然后选出最后 而不是说建立在你的赢 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的 跟对运动员是更公平一点 因为毕竟四年的训练 你希望能够拿出你最好 在奥运会那一刻 你能够拿出来 但拿不了冠军 那回去再来 或者明年再来 或者是今后期做别的事情 或者是就是说再 就是说重新再整合再做 但是机会 就是我觉得是应该 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扣分项目上 扣分非常的严苛 这个是一个常态性吗 是一个常态就存在的问题吗 或者说还是 但是有可能是所谓的阴谋论 这样子的讲法 您怎么样来看 这所谓的裁判的评分 裁判我们 从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 就这个一直是 这次已经是老生常常常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说 体操就是 像你这次比赛 有一些分数 就是完全是取决于裁判 如果是裁判 特别是你是一线的队伍 或者是可以有机会 拿金牌的队伍 如果裁判很喜欢你的话 有一些些瑕疵也就混过去了 可是那些 或者是不是一线的 或者第二第三的话 不是那个所谓的叫 Favor Team的话 有的时候他在 在这个可扣可不扣的之间 他扣得你蛮狠的 那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些 不公平的情况 您怎么样来看 您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规则的话 真的是对运动员和教练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申诉 比如说对分数不好的时候 你去申诉 那申诉的时候 实际上教练员申诉的是 起评分 因为你只可以 只允许申诉 起评分 当裁判组 两个裁判组 一个是打起评分的组 一个是打完成分的组 他们独立运作 那么这个只要是 你的起评分 它没有错 那你不可以申诉 至于完成分 它是扣了你0.1 扣了你最少的这个 还是往最多的扣 扣了0.3 或者是到0.5 这个完全由他们来掌控 你不可以有意见 所以这个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 一些不完全公平的东西在里面 自由操 或者是几个项目上 你甚至听声音 就知道中国队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部分上 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光凭听声音 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所在 那个08年 我在这个体操的主委会 那个负责场地的那一部分 所以对这方面 还是比较熟悉 就像这次中国队 这个在翻跟斗的情况下 这个外国的孩子 这个上去以后 下了那一项很重 很跟他们的体重有关系 然后整个的版 感觉上稍微硬了一点 所以出现的声音很响 可是中国队 基本上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就根本就没法跳 所以说在这方面 在自由操作 他们出现一些问题 发挥 这个跟 就不是很实际 因为这个 这次比赛 它是赛台训练 只有一次 所以整个的情况 不是很熟 加上时差了什么 有一些些的这个 自由操发挥 我觉得跟这个版的 自由操板的这个 适应度有关系 不论是女子团体 或者男子团体 备战2020年的东京奥运 您给的专业意见是什么 中国队应该要在哪些项目上 必须要掌握住 小男孩的话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是这次奥运会 基本上都是新手 然后主要的是双杠和调换比较强 然后明显的失利 然后在单杠和这个 安马的这个地方 感谢的失利 他也除了张成龙因为 张成龙的这个单杠非常好 本来也是有震惊的机会 最后有一点失误 然后这两个项目如果提高的话 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话 如果这两个提高再出现一个 像这个杨卫小鹏这样的孩子 能把跳马和肌肉体操 两个搞定的话 那中国还是应该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是我一二年看小孩子 有一批孩子正在往上走 他们的这个情况还不错 我觉得是在东京奥运会 包括劲嘛 所以应该会取得蛮好的成绩的 今年我看到中国的这个跳字 有很大的进步 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拉这个弱项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因为不是我们不会教 而是孩子的素质 不是像人家那样子强 所以要靠要花很多时间 今年我看到自由操的话 起平分实际上已经拉起来了 起平分甚至跟美国对几乎 没有太多的差别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项目 要就是说完善到稳定 就是说我这些起平分有了 那我一定要做得很干净 做得很漂亮 增加它的高度 增加力量 就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这个项目跟跳马 就是要把弱项 要再把它完善完成得好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观众朋友们 今天要特别谢谢李小平 康列 针对中国男子体操跟女子体操 在团体赛的部分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专业的说明 所以并不能用体无完肤 这四个字来形容 而且他们看到 在所有的完成度上面 甚至在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上面 其实中国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的 奥运看东升特别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